书接上回 姑娘把这盖一打开 砰 满屋清香 姑娘仔细看 万确千针 一点都不差 正是天年露台草 哎呀 冲着和尚说 感念您的恩德呀 这样的灵之宝要 无价之宝 诸位无一不感谢 老和尚说 能够为一个国家的英雄将官至上 也是理所当然 他这个药也值得了 算是应该进到他的家了 那我们就谢过姑娘 这才把小盒盖好 用包皮包好 背在自己的身上 诸位将官 对老和尚是千恩万谢 和尚一直送到寺外 出来多远 温小初说老人家 本来应该在这儿躲在 因为那个地方还有伤者 所以不能在你老这儿 多盘缓了 哎呀 等势必之后 于大人 我会看他去 姑娘 你和你父亲要能来的话 那就最好了 周老 咱们后会有期周兰姑娘 你也是一样 这些人都告辞 离开了宝杀 望回走半路上 正碰上 董星带着病 董星得问啊 怎么样了 有什么事没有 真假呀 姑娘把这些详细一说 哎呀 大家喜欢的了不定 赶紧带着兵 保护着这个药 回到大兵营 等到了兵营里面 到中军大庭 见着于谦 说明此事 一字不落 为小出一回 于谦大人 喜一出望外 真没想到 这位老和尚 如此身名大义 于谦抽食 一定我要到宝杀去 谢过人家的恩德呀 那位位老 把这个小盒先拿过来 打开 还不放心 看看 哎 一瞧 确实是千年路太早 一点也不差 大人呢 后边那几间屋子 得给我腾出来 我带着周老 就是周寻 因为他懂一些衣呀 还有周兰姑娘 再加着小出 我们几个 得三天才能把这药制成 那好 于大人答应 三天 把这药制成了 咱们中药不就是 完散高丹 药丸 咱们叫散 什么这个冰棚散啊 什么什么散啊 再不叫什么 这个丹 那个丹 这个药丸 共计 制了二十丸 还有一些能制 但是这二十丸 那可了不得呀 就在药一制成 大家伙 无不欢天喜地 为相夺相于大人一说 于谦 亲自陪着周寻 周兰 微笑处和微相博 来到李婷玉的房间 大家都笑了 李婷玉早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李婷玉冲着微相博说 老人家 还有周老 二位小姐 我李婷玉现在不能够下去 大礼拜谢 感念恩德 救我性命 真是重生再造之恩 魏老一摇手爱仪 哪里话来 李婷玉又说 特别是这长时间 他瞅了魏小初一眼 姑娘对我天高地厚 那却是 要没有魏小初这么一个人在身旁 侍奉着 李婷玉 这时候就把药拿来 那咱们地也都很难说呀 甚至 早都死了也是 权杖了魏小初 怎么样伺候这儿 魏小初知道啊 特别是李婷玉总要运工 那还了得了 特别是 什么时候吃饭 吃什么怎么地 那都精心安置 魏老说 李英雄 这个药啊 共计制了二十碗 其实你自己用不了 一天你就吃两碗 吃过三天吃 你一天用一碗就可以 你到七天之后 李英雄 你就功力恢复 服酒如初 完全服缘 哎呀 李婷玉一听 那可太好了 又以往后瞧 于大人也来了 李婷玉稍稍欠了欠身 于亲说 赶快赶快 小初姑娘 你就给婷玉用药吧 小初姑娘这才把药 盐开慢慢一点一点 给李婷玉喂下去 这个药还不能够 说得了吧 大药丸子像咱们 没什么大病似的 吃这个丸子药的 有的揪开 还有的整个的 搁嘴里嚼了的 什么样的都有 这个李婷玉 这个伤不行啊 得慢慢掩开了 一点一点 灌下去 于大人也放了心了 这些人都非常高兴啊 李婷玉就头一玩儿 要一下去 就嚼着鼻孔出气儿 轻强了 非常舒畅 连眼睛都嚼着 过去好像秀似的 这回色不染 李婷玉把自己的感觉 跟魏小初一说 小初就饿了 说李英雄 这一回您就好了 魏向伯说 就不要打扰了 这么去吧 小初 就你自己在屋里边 好好侍奉着 我们大家在外边 安排别的 这才大家撤出来 其实就在 给李婷玉 寻要智商的同时 于谦 已经在各地 把兵马都叼齐了 不知好了 你不能单单的 因为这么一个人智商 整个数十万的大兵 大部队 搁在那个地方 不管那哪能行 把兵马都不知好了 正是李婷玉 要的第三天 于谦大人告诉我 今天一场大战 把洞厅拿下 诸位将军 看一下何如 这些剑官们 早都知道了 特别是那些头头们 当然下地官员 不知道 那些总兵 克 于谦 自己的亲信 剑官都知道 大人 请您下令 好 由罗燕 董兴 王傲 三个人 带全军队 从两侧和中间 三面 由战牌那儿 绕过去 把火炮 准备好了 过去 可惜 那个火炮啊 它不像现代的 非常笨 得装生药 胡同一下子 哎 放出去 主要是火箭 箭头上啊 缠上东西 蘸上油 把这个箭头 点着了 蹭一下子 射到对方的船上 使对方船上起火 箭都预保了 水战 箭当箭了 于大人又把 四外 范式能作战的 民船 都征用过来 钱分文不少 如果作战打坏了 全部包损 一点都不在少的 那老百姓说呀 只要能把洞庭 这个祸害给我们灭了 我们怎么地都高兴啊 于大人说 开船 奔 动听 于大人坐在中间的话 船往动听 水打船帮 船压 水 那炭子 就动听的 赶紧往回跑啊 动听的人们 正在他们的中军大厅里边 商量着这些事呢 同列说 这个卫向博跑了 嘿 也不一定能治 那李晴玉听说 受的伤挺重 大概是 久死无疑啊 我动停 现在势力 越来越大 如同铁筒 还捅呢 这回快捅了 两边的人也说 倒 什么事 说于谦的战纯队啊 铺天盖地 就奔咱们动听来了 看来那个意思 要决战 又像 他们有什么名将了 好像 哦 同列 包括一些人 都想到什么了呢 认为这次于谦 预备人们要和 马剑飞对战 没想到 于谦要整齿地 拿他的动听啊 哦 同列说好 既然如此 两队出军 看看这于谦 有多大能力 马英雄 大概是 冲着你来的 马剑飞听这话 拔嘴一撇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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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他们离着战牌不远的功夫 于谦的那个船呢 稍微慢一些 为什么 为了包围呀 动停的人往前一推进 于谦的兵马 哇 从两侧就上来了 同意一看 你 不对 一看于谦的兵马 运势不对 他要坐身 没等他反过他来呢 于谦那个船上的火炮就起来了 糊涂糊涂 当然 有够着的有够不着的 够不着的也吓你一跳 够着的那船上就更不用说了 糊涂糊涂 火炮 起了火 这一乱就坏了 军心一乱 人马一乱 队伍全乱 而且 那个火箭再一上来 弓箭往前一来 再加着 一千的兵马 太重 太多呀 比他动停 那多出去数倍 现在 哇 同列喊了一声 小纳的 你有计划 就往后撤呀 没有 他喊了一声 什么呢 跑 跑 哇 马建飞 一个一 这 他还等着打仗呢 这个功夫 他一个人已经显得无力了 你杀一个人就上俩 你杀四个上八个 大部队作战 往上冲杀 士气又厉害 那哪提堂得了 马建飞 按道 不好 我不能动停 再战 如果 我要再跟着 同列在一起 本来这个同列 是个窝囊飞 从这两千一谈 我也看出来了 他用兵 根本不行 我要在这儿 继续待下去 兴许跟他们 同归于尽 莫不如我干脆捅 是投水 逃水 马建飞走啊 别人没看见 因为正打得乱逃的功夫 哇 这大兵就杀到了 洞庭的岸边了 同列的人啊 死伤惨重 等到大船一到岸边了 余前的大兵 由董兴王傲罗燕指挥着 人望上一冲 同列在前边 有他自己的一些的亲家 带人还望回跑准备 在自己的中军兵前的那个寨子 还能守不上一阵 可是 这个功夫 在前边说 听得一棒螺响 前边旗子一咬 咦 他一看这个旗子不对 这怎么是 明朝军兵的军旗 就在他这一愣之下 一看前边 有两员将冠 咦 他一看都是他的人 一个是赵洪山 一个是李德军 带着无数的兵马 讲路横路 赵洪山 在前边喊一声 大王爷 对不住了 现在你该救勤了 啊 赵洪山 本来你是我的手下 难道你背叛我 赵洪山仰面一声狂笑 说了一声同列小儿 你哪会用兵 就我头到你这洞 听来的时候 就是 乍向卧底 我和李将军 只一通被于大人所拆 呀 同列级的直坐脚 现在叫有家难回了 有自己的地方难奔了 呀 后面那官军追杀过来 前边赵洪山 带队接住 他不得不绕路逃走 他这一绕路啊 赵洪山李德俊 在里边 把自己的亲信 主要首领一说 说咱们洞庭守不住了 一座洞员呢 那受同列气的 有些渔民 根本人家就不愿意干的 呼喊一下子 就乱了头了 就都愿意投降啊 等这于谦的大队一上来 里边已经就打了万了 同列的人呢 还有多少啊 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 全部投降 可以说 整个的洞庭 全同拿下 前后也没过两个大时辰 按现在说 四个小时不够 而且于谦早已下令 各个要路口 也就是洞庭外边的要路口 完全派兵巴上 小心同列逃跑 告诉 打扫战场 一找 马建飞 没有 同列没有 回禀于谦 于大人说 嗖 同列是罪魁祸首 咱们在这儿 打了这么久 战了这么长时间 也如果捉不到同列 对万岁也无法交代 跟大家也没法说 一定反复搜拿 室外都卡上了 同列想离开洞庭 也确实不易 同列大概 没离开洞庭这个地方 搜来搜去 有这么一个尼姑庵 叫白云庵 李珍带着人 在室外搜查的功夫 因为他过去探动庭的时候 发现过这个地方 他带着二十几个人 直接就冲来了 后边还有官军跟着 等到了这个白云庵 这儿一看 呼啦 把门就推开了 里边一个老尼姑 一个小尼姑 李珍问自己的手下 你们到里边看过了吗 回禀将军 我们到里边已经看过了 来回反复 思不查了几遍 只是一个老尼姑 和一个年轻的小尼姑 并没发现别人 也没有别的男人 李珍想了一下 同列逃跑的方向 他往这一带 要不藏在这儿 给我仔细再犯 是 这人又重新进来 就在李珍一瞧 这两个尼姑的功夫 告诉我 把他们两个给我带过来 这个老尼姑 有五十大多岁 小尼姑也就二十多岁 两个人面带惊慌 老尼姑在这儿说 这位将军 我 我是出家之人 不敢做违法之事 请您细想 暗怨之地 哪敢藏人呢 李珍仔细把他瞧了瞧 他一身手 他就把小尼姑 这衣服领子就抓住了 因为他看着小尼姑的脸啊 变毛变色的 你眼中嘀咕噜来回去转 李珍何等聪明 李珍 我前文叔说过了 能在北方 按照咱们现在的话说 受过专门训练 到中国来做奸细来 现在到了于谦大人这个地方了 多些事情李珍主一半 他一看这个人 就带着变毛变色 啪啪宝剑 闭眼短剑就给他脖子放上了 把这小尼姑下去 哎呀 噗通就跪那个地方 这个将军饶命 你给我说实话 铜列藏在哪儿 或者还有什么事 稍微的有一点 啪 他把这衣服领子拿件一错 就把领子给他搓开了 都没有拉着他肉 这里边有这么事 万一这尼姑嘴里边又问不出什么来 或者真没做什么 那你随便把人给杀了 或者是怎么的了 那也是不应该 李珍哪能那么做呢 咱把衣服领子给他拉开了 你一次就往里去 你给我说 小尼姑下的魂飞天外 哎呀 这这个 将军 我我说 我说 我我我都是说 那好 你讲 这 这个 他一瞅那老尼姑 老尼姑冲着一瞪眼 李珍一声冷哼 回头告诉来人 把老尼姑给我 放了 是 五花大棒就勒起来 没有我的话 绝不许放他 甚至 像这个老尼姑在这儿跟同列 有所勾搭 定杀不饶 你给我说 他除了小尼姑 李珍的剑 又一错 他的脱下 你给我说实话 有一根字 假的 我就把你的头窄下来 是这么回事 我本来是良家女子 被同列抢了来 逼着我跟着他 我敢不跟吗 当然了 他给了我们家不少钱 也给了我不少好东西 那那那 他瞅又瞅瞅老尼姑啊 那是我老师 他们是一起的 因此逼着我 就跟了同列 同列 藏的那个地方 就在这个后边 那个 有一张画挂着呢 那个画要接起来是个门 门是个洞 到里边有一间小房 那房后边还有别的道 通别的地方吗 不同 到那就堵住了 李珍听这话 啪 一撒手把小尼姑 就摔在了旁边 只说了一个字 啪 啪啪啪 分身就奔后边去了 那些官军跟着 哇 就到了后边 真是挂了一张画 把这张画 啪啪 往旁边一扯 扔到旁边 正是一个门 啪啪 一脚踢开 李珍往旁边一闪 啪 进一边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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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箭飞出来 就得说李珍 换一个人 就得死在这里 李珍说 童列 你还想走吗 请听下回 李珍 对 李珍